妻子外出打工啊 老公最担心什么呢 通常的情况下 其实男人都不会允许自己的妻子 独自一个人去外面打工的 因为这有可能会毁掉一个家庭 男人不愿意让妻子外出打工的原因 其实有两点 那么第一点呢 妻子一个人在外面生活 没有自己的照顾 生活很可能是过得不太好的 那第二点呢就是 男人不在老婆身边了 就算是他做了一些出格的事情 也很难被自己发现 在这里呢 其实我想告诉那些有家庭的女人 家里有老公有孩子的 你一定要经受得住考验和用户 这样呢 才不会让原本幸福的家庭给吃驴破碎 你会让你的女人出去打工吗 我想听一听评论区里面 你们的声音 男人要想长寿 一定要远离客夫的女人 那什么是客夫的女人呢 第一 说话很难听 经常找你的毛病 你把你说的呀 这个一文都不值 第二 情商很低 把最坏的脾气和最狠毒的一面 永远留给丈夫 第三 从不认错 永远都是把责任推卸给你 在别人面前 总是说自己的男人的不是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生理需求 人人有 是肉都想啃两口 就算到了八十八 看见野花都想掐 哪个男人不好色 好色不是他的错 那有些男人装斯稳 外表稳重 很深沉 其实内心啊 乱如麻 心里也想那个啥 虽然嘴上他不说 渴了 也想找谁喝 别把自己想得好 饿了呀 谁都想把饭找 如果男人不动心 指定有病 不能用 等到男人墙上挂 才会老实又听话 只要男人他能跑 组织拐杖 也想找 你们说是这样的吗 嗯 男人一碰就上演的东西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有人说是烟 有人说是酒 有人说是金钱 也有人呢 说是方向盘 你们说到底是什么呢 去评论区里 悄悄的告诉我吧 我闺蜜去年养汉 挣好十万 养啥 养汉 我都跟你说八百遍了 那养殖业咱不能动 你忘了咱俩那年养猪 那给咱俩赔啥样的动 你咋这么苦呢 哎呦 你妈 说张家丢了公 三人日上行 打两个字 一个城市名字 知道的下方留言 姐 嗯 你知道女孩子身上哪个部位 爸爸妈妈碰两次 男朋友碰一次 但是老公却一次碰不到呢 嗯 不知道 你真背 再好好想一想 人家都说 姓王的叫王总 姓张的叫张总 我今天碰到一个姓杂的 姐 嗯 问你个问题 在中国有一个地方 它永远不会倒闭 你知道是哪吗 嗯 银行 不对 嗯 医院 不对 你再想一想 那是哪 一共有九个鸡蛋 打破了三个 煮了三个 又吃了三个 最后还剩几个鸡蛋呢 知道的朋友们 把答案评论在下方哦 一块豆腐 切成四块 放进锅里 盖上锅盖 猜一个字 聪明的你能猜到吗 猜到的留言写在下方 男人不泡牛 心里酸溜溜 你人不被跑 心里很烦躁 脑筋鸡转弯 说新娘上床不脱裤子 打一个城市的名字 聪明的朋友 你知道是哪里吗 说村里有这么一个寡妇 有一天早上起来呀 走路啊 她这个腿呀 是一拳一拐 这时候呢 正好村里有这么一个大夫 去上班 路过这儿 看见她就问 哎 你这腿怎么了 咋走路一拳一拐的呢 这小寡妇就说了 哎呀 这不 昨天呢 那老王大哥让我给帮帮帮干了点活 睡了一宿觉啊 这腿就不会走路了 大夫 那你给我看看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因为你懂 这大夫瞅了瞅 然后就说了 这是摆坏了吧 哎呀妈 终于等到你了 幸亏我没有放弃 既然来了 今天你就好好看看我 不管今天我美丽与否 这都是我最年轻的一天 你觉得屁股重要 还是脸面重要 屁股重要 为什么 常言说的好 死要面子活受罪 屁股就不一样了 在你累的时候 还能让你做一做 不用保养 也能白白净净 光滑不起皱纹 细腻 很少长青春痘 而且可以一分为二 又能合二为一 稍微一扭动 风情万种 深藏不露 永远在后 从小替脸爱走 哎呦 结婚两年了 你这肚子怎么没动静啊 你是不是不能生啊 我能生 我跟前男友在一起 我就怀过 是你不能生吧 那我更不可能了 我前女友给我怀过两次了 我能确保怀的是我自己的 你前女友 怀的可不一定是你的 还有什么 你先别去睡 你说清楚 你是不是和咱家保姆有一腿 对呀 你不是同意了吗 我啥时候同意的 我问你了 我说咱家保姆能不能干 你咋说的 我说能干呀 对呀 我干了 哎呦 你好美女 请问一下 你们女生穿短裤 是为了吸引我们男生吗 不是呀 那为什么裤子要越穿越短 那还不是要给我们男生看 没有你们男生 我们压根就不用喘哭了 你还是不是人 怎么了 我和你分手都两年了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男人把婚结了 结婚的时候你随你随一百 今天我儿子满意 你随你随两万 你什么意思 我爱随一百就随一百 我想随两万就随两万 怎么了 现在我老公要跟我离婚 你说怎么办 该咋办咋办 管我屁事 滚蛋 请问你在家的地位怎么样 不是我吹 这么跟你说吧 我不做饭 没人敢做饭 我不洗碗 没人敢洗碗 我不拖地 没人敢拖地 除了钱管不到 其他的都归我管 说浑身是毛 常在水里泡 和你常贴脸 天天离不了 猜疑日常用品 聪明的你猜到了吗 不 稀 女 组成一个字 你知道是什么字吗 知道的话 留言告诉我 出轨率最高的三种女人 第一呢 就是留守在家的全职妈妈 第二呢 老师 特别是幼儿园的老师 第三 医生 知道是为什么吗 就是为什么 他说了 他们有什么人 他们会 说了